以台湾首创的餐厅主题实境综艺节目 作为学头的来办营业中在相关消息公布后 就收到了大量的关注 播出后也获得了热烈的反响 开出了亮眼的收视率 出演的艺人们必须要合力将已成废墟的老屋 彻底改造成拥有商业价值的营业餐厅 齐心将当地的餐饮事业发扬光大 节目整体节奏明快有趣 明星间各种笑料和轻松的互动 也是让这部综艺秀能够成功出圈的关键因素 这次就为大家整理出了来办营业中 引发网友热议的五大亮点事件 看看这次邀请了六位知名艺人 陀宗康 姚元浩 闫亚伦 杨明威 鬼鬼和闫又廷一同经营餐厅的首秀 都碰撞出了哪些有趣的火花吧 鬼鬼吴应杰身为餐厅中唯一一位女员工 可说是大家的团处 活泼的个性让她总是能带动餐厅气氛 但她毫不掩饰的在工作场合中表现出真实情绪的反应 也招致了正反不一的评价 最让人争议的就要数第二集里的试菜环节 在大家还没熟悉工作流程的情况下问题频传 上菜太马和场内外人员缺乏有效沟通 而爆发了口角冲突 事发的起因是回轨为了满足客人 一直到那场强调要求使用橘色盘子 在场内已经忙不过来的姚元浩 要她立刻出去而让鬼鬼大感不满 连在用餐的客人都听了他们俩的争吵 场面瞬间尴尬 许多有餐饮经营的观众都一致认为 鬼鬼犯下的一大禁忌 就是没有清楚意识到大家必须各司其职 不互相干涉的厨房规则 身为外场人员的她 实在不应该越界一直到那场干涉他人的工作节奏 而她控制不了情绪 还要抱走抱怨别人看来也有点无理取闹 从事服务业基本上都要具备一定的情商及应验能力 互相配合才能解决实质的问题 情绪发泄是绝对不能凌驾在客人之上的 这样的负能量爆发 不只会严重影响顾客的用餐体验 也会导致餐厅的整体感官不佳 但业务部分观众认为 鬼鬼的出发点也是为了能够把工作做好 可以看出鬼鬼是个停不下来的人 她也总是觉得必须要一直在做事才行 杨明威后续和鬼鬼解释时就说出了盲点 身为服务生没事做的时候也能休息一下 鬼鬼事后也确实在这次的错误中学习并加以改进 主动要求转为内厂人员 负责处理餐后甜点的重要任务 而这个决定让鬼鬼有了大跃进 表现进入家境 制作出的甜点 获得了客人们的一致好评 整体看来鬼鬼显然是比较 不太能够应对外厂被客人要求的压力 但把她调到厨房后反而更能够静下心来专心做事 也不会放下自己的工作往外跑 这也证明了把对的人放在对的职务上 才是提升效率的明智之举 那你对鬼鬼在场内外的表现又有什么看法呢 与鬼鬼杠上的一员姚元浩 自然就成为了争吵事件的另一个争议人物 眼间的观众就发现了姚元浩其实早在第一集里 对鬼鬼的态度就带有偏见 在鬼鬼发问时 姚元浩突然伸手无嘴的举动让她大受委屈 在争吵后大会讨论的焦点 也都集中在了鬼鬼内外不分的越界 却完全没人检讨大厨的上菜时间问题 主要的原因也是归咎于 姚元浩是第一次当主厨经验不足 所以大家对她较为宽容 这也直接让人感到制作组有双标不公对待的嫌疑 也有观众对于姚元浩在海味开业前过分自信 但到了实战却尚三慢的离谱 再加上食物不好吃的反差感到尴尬 明明忙不过来却不让人帮忙 认为姚元浩才是那个必须为这场灾难负上全责的人 被标上了自大狂妄的标签 老实说对于姚元浩没有顾及到女生感受的指责 或许有些苛刻了 毕竟在适应70姚元浩在食材工序太繁杂的情况下 已经无法有足够空间专心做菜 没有其他心思去照顾到鬼鬼的情绪 也是情有可原 而且刚开始他也曾好言相劝提醒鬼鬼 不要一直在厨房里走进走出 但鬼鬼始终没能意识到 还狂踩对方的底线 那就真的不能怪姚元浩 突然不耐烦地下重化了 在被客人直接点出菜难吃时 姚元浩虽然一脸尴尬 但也是虚心接受 在后期的菜单设计上 也有了明显的进步 在不是专业厨师的背景下 他愿意承担其主厨的重担 已经是非常不容易了 一路看下来目前姚元浩 还算是懂得察言观色 在发现了与鬼鬼的矛盾后 也懂得吸取教训 再从中做出相对的调整 自省后也会主动道歉放下身段 还算是蛮有担当又不全大局的角色 这部经营餐厅的实景综艺节目的另一大看点 绝对是对餐饮体验 有一定要求的演艺圈顾客的光临 第一天来的于美人 就让所有人瑟瑟发抖 于美人也不负众望 还没吃钱就先来个下篮威 搞得店长土宗康直冒冷汗 这样的紧张氛围也导致了后续的状况不断 除了抱怨出菜归宿外 于美人对于自己不满意的餐点 也是丝毫不留情面 当场给予自己最为重肯的意见 其中就以姚元浩的特质甜点直接中枪 被于美人狠评应该从此绝技 温生豪也不是省油的灯 比其他客人要持些到达餐厅的他 可说是比较倒霉 想要点的面包和奶昔都已受空 相当讲究酒类饮品的温生豪 就当场拆穿了餐厅提供的红酒 其实是粉红葡萄酒 比起于美人的直来直往 温生豪不动声色却话中带此的点评 其实更让人感到害怕 而陈汉典也是众多艺人复客中 较为有亮点的来宾之一 拥有主持和搞笑功底的他 非常懂得活跃现场气氛 在用餐的同时还不忘耍耍幽默 让餐饮互动更加有趣 当关韶文在姚元浩的面前提起王兴林时 陈汉典过人的机智反应 引来了现场一片大笑 才化解了尴尬 在迎来了第二批客人上门时 餐厅也逐渐找到了定位 那场在加入了颜亚伦和鬼鬼后 工作流程相比之前顺利了许多 外场则是由店长陀宗康和工读生严又廷掌控大局 但在营业的过程中 还是闹出了一些小出包 昆达和陈汉典在等待主餐上桌时 对餐厅推出的大蒜面包相当满意 口味极佳的面包 让两人频频续点 不过面包没有添置太多 直接导致了后面到来的关韶文和温生豪等人 没办法吃到 后来为了让客人都能吃到面包 颜亚伦急忙外出购买 而另外一个热门饮品奶昔 也是出现了缺货的现象 就在姚元浩和颜亚伦已经再三提醒 不要再向客人提醒奶昔时 颜又廷还是在客人询问饮品 继续介绍奶昔搞到餐厅人养麻烦 鬼打墙的行径让人摸不着头脑 这也让网友揪出了 他们应该要在开业前就先确认好食材是否充足 外场发生状况也应该随机应变 在缺货的情况下 就不该再推出面包和奶昔 对顾客的要求照单全收 只会导致原本该负责的工作无人接手 要另外耗费时间和成本来处理这些琐事 造成不必要的麻烦 而节目中的面包也意外的成为了话题 就有网友表示 餐厅的面包是加勒福买的 此番言论一出 也让大量网友朝圣购买 对于面包和奶昔的突发状况 个人认为是有点为了节目效果被设计过的痕迹 都是在确认供不应求的情况下 突然受到了客人的青睐有点太不巧合 就不知道大家是否也这样觉得呢 来到了第五集 也是最后一天的市营日 在经历了前期各种抓马的突发状况后 六人组也成长了不少 对于餐厅营业的大小事 也都更能互相配合 在场内外的沟通和应变能力上 都有着飞跃的进步 这次在厨房较为棘手的问题是 错估牛排的使用分量 而打乱了整个出菜顺序的节奏 过早烤好的牛排如果没有急需处理会很容易坏掉 于是姚元浩果断地把外场的颜亚伦叫来 再重新编排菜单顺序 才有惊无险地化解了危机 接下来两桌的客人都要求餐后甜点 但此次的餐饮服务上 并没有把甜品列入菜单上 鬼鬼本来是享用之前剩下的巧克力泡芙代替 但是分量不足以应付外场的数量 最后大家见招拆招 灵机一动利用这次的指定食材蜂蜜和现有的卢会 再配搭上咖啡来满足客人的需求 虽然在忙完一整天后收支状况还是出现了赤字 但整体来说扑克的满意度有了大幅度的提升 也为接下来正式的开放营业打下了积极正面的士气 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 来办营业中在不断创新之余 也让观众可以看见艺人在荧幕上不同的一面 各个来自不同背景的团员 要在不熟悉彼此的环境下共识 在初期必定要经历许多的磨合 经过不停碰撞与发想才能彼此了解 也在协调的过程中更懂得如何优化营业流程 观众也能从零到有地陪伴他们 经历这些在餐饮业上的辛苦与收获 这也是节目能够获得声量与讨论度的主要原因 制作单位也确定了在节目结束后 餐厅将会继续经营 餐厅位于台湾东北角的石门 也能借此带动此地的观光经济 让喜欢节目的观众朋友们前往朝圣 感受老屋独特的海景与美食体验哦 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 如果喜欢记得订阅 按赞和分享 我们下个影片见